快要死掉的媳婦 我會覺得失言 不然你要叫什麼 快要升天的什麼 不會吧 總是要有一個名字 貓雄團團病情惡化 柯文哲卻用一句快掛掉的媳婦 來回應大陸派人來訪 而且不認失言再度加碼 只是這位內心有怨言 市長趕快來補我一條 不然我至少留世紀先一條 同年期的柯文哲也只能正經為座 乖乖聽著議長抱怨 畢竟起因就是自己日前失言 說北台灣有哪個議長不是黑道 這下說出口的話說不回 只好親自登門道歉 三議長 奏聖 三議長 奏聖 送上豪彩頭 一笑閩恩仇 柯文哲人道 李也道 沒有 我怕選民不了解我們的 從市長在嘴裡講出來的話 有人相信 對我會知道很多麻煩 所以還是要澄清 我絕對不是黑道 從南宮沒有講 就算言者無心 但聽者有意 這個就是地圖怕我亂開 不過我不是 都是被人家怎麼講 誇大其詞 事發兩天後獲訴道歉 但王世堅批評 這跟過往傲慢的柯文哲 人設落差太大 他為了害怕 影響他們民眾黨的選情 所以他才馬上道歉 所以這是虛情假意 太廉價 而且我認為柯文哲還會再犯 質疑這道歉其實是有政治考量 恐怕也擔心誓言風波越滾越大 模糊了黃珊珊選情交點 我覺得我們不要把人家貼標籤 每個民眾都去看看這些政治人 他們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我覺得不用特意去把什麼東西牽在一起 全家畢竟容不下一點差錯 畢竟年底九合一之後 還有2024硬仗要面對 可不能把人都先得罪 TVBS 董恩俊 侯福華 張英科 台北報導